其实从头到尾就是管制地下水 这五个字 又为什么不讲说你就管制地下水 我谢谢你提醒我们 我们会管制地下水 可是他为什么不敢说呢 因为某人说超前部署 挖了一千口的深水井 他叫做超前部署嘛 所以他的前提 他的长官已经讲说 抽地下水叫做超前部署 所以后面的文章就必须跟着做 然后因为抽地下水 所以你就不能扯到地盘下陷 你就不能扯到其他地方 因为跟讲超前部署那个人 他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真正的目的 只是提醒政府 不管你叫蓝 不管你叫绿 请你们严格管制地下水 你即使要抽 还是告诉你抽得专业一点 地下水有安全出水量 浮流水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那你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你的井的深度 你的位置 你的抽水量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专业的 这个东西不是在辩论 你变营我高铁就很安全 我真的希望我变输了 这高铁真的很安全 但是他不是辩论 他不是一个是非题 其实真的初衷就是 我们不止台湾必须面临的是 今天讲的高铁问题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 我们有1800平方公里 已经在海平面底下了 这是目前的状况 再加上说 那未来海平面上升 万一到了30年后呢 它上升了50公分 那我们台湾就不再是一条番薯了 我们台湾可能到了最后 它的形状会完全改变 我们的子孙要在这地方继续可以活下来 气候变迁 海平面上升 已经是不可逆的天灾 超周地下水是我们的人祸 我们不要把人祸跟天灾搞在一起 人家今天希望他们国家安全都来不及了 那我们今天海平面上升 我们也解决不了 然后你还把问题再加重 我今天告诉大家 我也提醒大家讲了 我讲了100遍的 快1万遍了 屏东离开海岸线5公里的地方 地底下抽出来已经是咸水了 土壤全面研化 我再提醒大家 台湾的古仓 彰化 云林 家一 一路到屏东 都是所谓的地盘下限区 未来气候变现 海平面上升 土壤本来就会研化 超收地下水 土壤加速研化 我请问大家 我们不要谈高铁的安全问题 10年以后我们要吃什么 你今天种了物种再过5年 再过10年就不保证有办法种出来 那我们10年后要吃什么 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我们防止都来不及 我们要改变都来不及 你还要继续这样子烂抽地下水 让我们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的事实上 我们的食安问题 比其他国家来得严重 其他国家没有我们这样子 这个超收地下水的问题 又回到我一直在论述的 我们真的没有水了吗 我们真的必须要抽地下水吗 我们真的水资源 有多完全的百分之百利用吗 我们的污水有回收再利用吗 对 今年是台湾56年来的大旱 这个问题联动在一起很可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各水库 目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 好 那鲤鱼潭水库呢 大家看到提供苗栗台中的 只剩下5.2%了 然后德基3.4% 雾社呢9.6% 曾文8.8% 阿公殿水库12.1% 有没有看到白河水库 整个是零 看到没有 整个是零 太惨了 这个湖山水库 我们看到就是供应云林彰化加益嘛 还表现还OK了 现在是这个36.2%的这个蓄水量 当然大家也看得到这个陈希脉 其实昨天我也在高雄 高雄真的雨下得还蛮大的 我很高兴 高雄下雨 看起来你觉得格外的美丽 陈希脉大概太开心了 就穿着西装去淋雨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这样做其实也OK啦 大家觉得很开心的概念 但是报告市长问题还没有解决 好像高兴的有点太早了 因为高雄没有水库啊 对 所以就说夏可能是 他的西装湿了 但是地并没有 对于这个解渴 并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这个陈希脉的一个照片 当然今天也为他博得了一定的声量 那么我刚刚讲过 我跟这个部长下去采访的时候 这个张立善县长也很关注 带着他的团队来 那么云林怎么样来因应汉情 还有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包括这个云林段的这个高铁的安危 县长当然也很关心 云林的这沿线的这个倒坐 是不是可以有效地 能够转为这个汉座 还有超抽地下水的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这段采访内容 今天我跟李红源部长 我们两个是带着任务来到了云林 那么县长也非常非常的重视 今天特别波容来到现场 跟我们做仔细的一些说明 我们看到今天天气很好 蓝天白云又绿油油的倒田 平常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心情很开心 但是这两天看到这种天气 大家就会有点紧张了 都没有雨 但是进到这个云林 下了高铁站之后 发现触目所及还是绿油油的一片 我想先请这个县长您谈一下 云林县的水情状况怎么样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里 这是农民的地下水井 水非常非常的清凉 现在农民靠 水好凉 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的这个井水 现在农民靠自己的水井来抽水 这些都是浅层井 那么红源部长呢 在我们节目特别提到了 因为现在汉象 包括苏仁山院长也讲 要这个找井取水等等 但是大家开始关注到高铁的安全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联动的 但是今天我们先拆开来讲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云林的这个水情 好 我们云林县是一个水稻之乡 也是台湾的粮仓 那当然我们种植水稻的面积是相当大 但是呢 我们现在目前 透过我们农田水利署云林管理处 针对这个水泉的一个分配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 希望说中央要做这个水泉的重新调配 依照83年的水泉分配 跟现在109年的水泉分配 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落差 那因为云林县 我们在83年当时的 种植水稻的面积 大概是一万零六百六十七公顷 那到现在109年 我们已经高达到三万一千多公顷 跟我们本来水泉分配 事实上是我们水稻的面积 种植已经超过三倍了 我们看到这个洪员部长 他是这个水泉的专业 今天在高铁上我跟他聊了很多 除了抽地下水 除了靠政府之外 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 更环保的一些做法可以做是吗 其实 水这个回收啊 对 其实 大律上的限制 对 其实大家看这些田 这些田我刚刚问那个农友 他不在 就是说过去即使有水 他的灌溉的水也不会到这里来 所以几十年来 他们完全靠 井 自己抽水 那我刚刚问那个农友说 那你这个井 今天要淹多少时间呢 要淹12个小时 说这些水要这样抽12个小时 这个井呢叫做浅层井 大概20米之内的 这个井大概才10米而已 是个浅层井 所以我们过去在封井的时候呢 其实当初我们就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决定 我们把浅层井跟深层井分开 就是说其实农民的浅井 与高铁的地盘下限关联不大 所以我们做了第一个决定就是 与农民无关 就把它从一个政治问题变成技术问题 说到这里 这个部长我稍微打断您一下 因为今年的状况比较特别 我们的镜头往这边拉 就可以看到 那个高架就是高铁嘛 就是高铁 那今年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今年是台湾56年的大旱 过去的浅层井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最近有很多的分析认为 虽然不大 但是在蚂蚁熊兵的这个状况之下 会不会还是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为高铁起码我看到他们的资料了 它那个集装大概打了70米 就说它已经超过这个前景的这个深度很多了 所以我们当初封了那一千口的井是深井 就是自来水公司水利会台塘水校监狱工厂 其实大部分都是公家单位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 当然除了高铁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水情的部分 我还是想追问一下 因为部长特别跟我谈到 就是说在这个污水回收之后 其实它用来这个农业灌溉是OK的 但这个部分在台湾还是有些法令上的一些限制 那么请问一下部长 也请问一下这个现场 未来法令上有没有一些突破 或是希望一些中央的一些配合事项 我想是这样 你看它现在这些田必须要靠地下水 它虽然说对高铁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你一直长期这样抽也是不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假如说我们真的必须要封农民的井 我们就必须要找到替代的水源 其实在土库在湖尾 我观察到了这个数字上告诉我 目前目前大概一天有八千吨的回收水 就是说它已经做到二级处理了 那这些水假如拿来做灌溉用水 其实基本上它就可以就可以让很多的农民不要抽水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法律规定回收水是不能做灌溉用水的 这个法令上可以突破吗 有望突破吗 其实我有跟很多还在政府服务的这些朋友都讲过了 那是民国五六十年的法 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几年 那时候我们的水的回收的技术没有那么好 所以处理的技术没有那么好 灌溉渠道里面的水值相对是好的 可是过了四五十年以后 我们今天水的处理的技术是变好很多了 但是灌溉渠道里面的水值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今天只要把那个法修掉以后 让我们的回收水可以变成灌溉用水 事实上农民就不用去抽地下 技术上是没有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